一款连续三代都使用 480 的车型 终于要更换 CVT 变速箱了 这款车就是即将在今年年末登场的 Produa Myvi 小改款 它的官方代号是 D51A 一般上如果厂商在把这个产品的代号进行更新的时候 就代表着这款车有着很大的进步 而在这个 Myvi 第三代刚刚发布的时候 它们的代号叫做 D20N 而这次换去 D51A 之后 它有什么改进呢? 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聊一聊这个 最快会在 11 月末发布的 2022 年款式的 Produa Myvi 目前在贩售的第三代 Produa Myvi 实际上是在 2017 年的年末推出的 所以理论上以 3 年一小改 5 年一大改的这个政策来说 它在去年就应该推出小改款的车型了 可是去年刚好遇到了这个新冠肺炎疫情 工厂被迫停工 所以在 2020 年的时候 它们只是推出了一个小幅度的升级版本 把这个 ASS 下放到更入门的车款上面 实际上没有什么大改变 而在今年年末推出的车款呢 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小改款 改了什么? 根据目前我们知道的消息 在外观上面它会有一些变动 会更得更为运动化 首先就是头灯组会有改变 值得一提的是 目前的 Produa Myvi 全车系都已经采用了 LED 的头灯组 那么它们改变什么呢? 据悉是加入了这个远近光灯自动调节功能 这个功能在 Produa Adiva 上面 也是全车系的标准配备 所以我们相信这一次 Produa 是为了让 Myvi 有更好的竞争力 所以把这个远近光灯自动调节的功能 下放到小改款的 Myvi 上面 至于在外观的细节上面 这款车我刚才说了嘛 它会更运动化 至于怎么样的运动化呢? 实际上 据悉啦 他们会在这个 Myvi 上面 采用了之前概念车 Myvi GT 的一些元素 早前 Produa 的 CEO 也表示 他们会这样子做 至于为什么不直接推出 Myvi GT 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当时的 Myvi GT 概念车 是全手工搭造的 如果要推出市场的话 成本会非常的高 而且生产也非常的耗时 所以他们只是在这个小改款的 Myvi 上面 使用了一点 Myvi GT 的元素 例如说前保险杆和后保险杆 以及轮圈都会有更新 而且即使新的 Gear Up 的空力套件 也会让这个 Myvi 的颜值更上一层楼 一直以来 我都觉得 Produa 的设计师 跟 Produa 的市场营销都很清楚的明白 马来西亚市场的消费者要的是什么 所以他们推出的产品 基本上都很对我们的胃口 所以我相信这款车在推出之后 如果你是一个视觉系的消费者的话 应该会被它的颜值所吸引 内装的细节部分 我们暂时还没有太多的消息啦 不过据悉原厂会针对 内装的一些人体工学进行优化 例如说导入这个中央扶手 目前 Myvi 是没有中央扶手的 所以你在开长度的时候 你的手因为没有支撑 所以会比较累一点 加入了这个中央扶手之后 我相信整体的乘坐速度会大大的提高 至于内装设计有没有改变 我们还是要等待原厂公布更多信息 但是我个人预测 它可能会采用跟Artiva一样的 独立式触屏主机 而且荧幕的尺寸也会变大 给你更好的视觉效果 接下来就是安全配备 个人估计 除了刚才我所说到的 远近光灯自动调节之外 原厂也会把这个ASA 2.0 升级到3.0 也就是让这个自动紧急刹车 还有前方撞击预警 有着更高的灵敏性 另外也有可能导入这个 车道便宜辅助系统 让这辆车表现更安全 比较可惜的是 我相信ACC主动式定速巡航 并不会导入到Myvi上面 毕竟如果在Myvi上面导入了这个功能的话 那么实际上Myvi跟Artiva 感觉就不会有太大的差距了 你说对不对呢? 可是如果只是这样的升级 也足够让Myvi成为同价位中 最有竞争力的产品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 这个Myvi小改款最大的改进了 也就是我们一开头说到的 它把使用了三代的四速自排变速箱 更换成了CVT 之前我们的影片有说过 Myvi的小改款很有可能会采用 1.0L的涡轮增压引擎 但是根据最新的消息 这个1.0L的涡轮增压引擎 使用在Myvi小改款上面的可能性 其实是非常的低啦 它还是会沿用目前的1.3L 跟1.5L自然进去引擎 但是变速箱会更换成CVT 而且这个CVT 就是在Artiva上面的双模CVT 也就是说它在起步的时候 还是一般的CVT 但是当你到了高速群航的时候 它会切换到齿轮 给你更好的动力表现 以及更好的油耗表现 我相信Myvi在采用了 这个新的变速箱之后 油耗动力都会大大进步 届时你才会公路上面 看到更多Myvi啦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目前PeroDuo已经在大局备货了 他们的销售目标是 每个月8000台这个小改款的Myvi 要知道在MCO之前 Myvi的巅峰月销量 每个月大概是6300辆到6500辆之间 如果原厂这一次真的把目标 设在8000辆的话 显示出他们对这个Myvi的小改款 是非常有信心的 不过要说实话 实际上在今年的芯片短缺 加上6月突如其来的MCO 对PeroDuo的产品规划 确实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如果不是这一次的MCO 我们相信可以更快的看到这一款车型 但是目前原厂既然已经在大规模的扑货的情况下 我相信这款车真的是在11月或者12月就可以看到了 大家对这款小改款的大马最畅销车型有什么看法呢? 接下来我们有更多消息的话 就会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 请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啦 好啦以上这一期就是我们简短的PeroDuo小改款爆料 如果大家喜欢这次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重点是记得订阅哦 好啦我们下一期的影片再见啦 拜拜